在遭到檢調約談後 高院法官楊秉珍返回辦公室 不斷和助理溝通 神情看起來有點異常 辦公室門外還罕見的 有法警站綱隔絕媒體採訪 被扯進第二波政己專案 法官楊秉珍低調不回應 而涉嫌收回的線索來源 是在押中的法官蔡光智 五年前蔡光智和楊秉珍 以及審判長房阿生 審理前花蓮高分院法官 張秉龍收回案 在更四省時 把一審判決的十二年改判無罪 將收回被告張秉龍 認定成遭恐嚇的被害人 判決理由相當離譜 也讓檢察總長黃世民 決定搜索高院法官楊秉珍 律師邱創順的住處 邱創順就是因為涉嫌花蓮法官 收回案充當白手套 事後又疑似配合高院法官判決 將行賄罪嫌一間攬下 遭檢方列為重要嫌疑犯 檢調晚間將邱創順移送北檢付訊 要不要簡單講一下 我拉一下好不好 可以啦 沒有吃啦 要不要簡單講一下 走開一個 那這次怎麼會被檢查鎖定 這次怎麼會被預約談 我不知道好不好 走開 除了邱創順已經被法院裁定 收押禁見 另外四名被告 高院異性員工以五萬元交保 而其餘被告則在北檢付訊之後 全部赤回 明日新聞綜合報導